18世纪的德意志社会 18世纪德意志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上升 妇女们的结婚年龄提前了 因此法律和宗教传统所允许的合法生育期也延长了 大多数家庭都是间隔两年半的时间生育一个孩子 但是每个家庭能长大成人的子女平均只有两个 约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儿无法成活 而在许多地区70%的孩子在年满14岁之前便死去了 这段时间固然没有爆发严重的瘟疫 但与其说这是因为公共卫生系统获得了改善 不如说纯属运气不错 城市街头脏乱不堪 尤其令过路的人无法接受的 柏林的王宫外边也经常看到一堆堆的人分 很多人患上了天花 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死因 另外一个常见的死因是呼吸类的疾病 特别是结核病和颁诊伤寒症 至于新生儿的高死亡率 原因有二 一个是常发的传染病 另一个大多数是在家中生育 尽管不合法生育遭到社会的排斥 在许多地区未婚母亲会遭到当众鞭打 但这种生育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直到18世纪末 在新教徒的柏林仍大约有10%的生育 不合法 而在天祖教徒的莫尼黑 这一比例则高达约20% 在农村地区 不合法生育现象可得到更多的同情 但是其占总生育数的比例仅为16分之一 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随着法律对结婚的限制趋于减轻 非合法生育的数量将大幅度减少 在18世纪 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 大多数贵族把自己的头衔 归功于所在帮的帮军 而不是德意志皇帝 但也有一些地区的贵族 直接认同了皇帝 这在西南德地区尤其如此 由于在帝国议会中 每个帮军和公国都各有一票 所以后一种情况的贵族 在议会也有自己的代表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特权 贵族们总是与身份相同者通婚 因而比起英国的贵族 其挑选的范围要狭窄得多 因为他们无法与富有的平民通婚 所以一般要比英国的贵族更穷一些 教士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 在由帮军和公爵兼任天主教主教的帮 教士们都是贵族 而且很多人是帝国的骑士 虽然特兰托公会议上 已做出了进行改革的决定 但大多数教士人监管若干个教堂 这些人中间几乎没有几个受过任何宗教理论的培训 甚至不少人连洗礼都没有接受过 有些忙于俗世事务的帮军 会把教会的事务交由一位副主教办理 出生于资产阶级或农民家庭的子弟 如果受到正规的宗教学培训 可以担任小教区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 甚至在某写大教堂供职 例如在科隆大教堂 三分之一的教士席位 留给获得过宗教学博士学位的平民 至于级别较低的教士 大多数都来自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家庭 新教地区的教士基本上来自资产阶级 由于他们都是来自子女众多家庭的已婚男子 故而可以为教众树立牢固家庭生活的榜样 这对宗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形成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教的教士承认邦军为大主教 在讲道坛上宣读邦军的斥令 在步道时要求信众服从当局 对各邦国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与之不同 天主教的教士则富有怀疑精神 可以想见二则在政治上所起的影响 必然大相径庭 18世纪的德意志 贫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据估计大约有20%至25%的人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新教徒们听到消息说 天主教的帮宗25%的人口 生活在赤贫状态 会情不自禁的摇头叹息 但被他们遗忘的一个事实是 在七年战争结束时 柏林有30%的人要靠领救济过活 人数众多的乞讨大军 并不全部来自社会的最低层 那些被运的贵族 失业的官员 破产的资产积极人士 也会与来自社会底层的 成千上万流浪汉一样 走向德意志的大街小巷 乞讨过活 18世纪的德意志 城市生活日益陷入停滞的状态 如果要获得根本的改变 除了接受法国大革命 和工业革命的强烈刺激 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时在政治上 权力被贵族家族所把持 在经济上 行业协会享有的种种特权 令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智库 甚至在德意志所有城市中 最富自由色彩的汉堡 在这个骄傲的中产阶级 拒绝允许贵族拥有财产的城市 其居民也被划分为9个阶级 每个阶级享有的法定权利都不相同 而规定不同社会阶层 因参着不同服饰的所谓节俭法规 仍赫然出现在沉闻法令中 只是人们越来越漠视它的存在罢了 在宫廷生活的引导下 洛可科风格的时尚 对法国生活方式的迷醉 一开始超越法令中 对依卓的身份认定 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来说 18世纪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称作黄金时期 如果他们不曾因为贪婪和纸醉精迷 而浪费时机遇的话 就其原因在于这既是一个 近代化庄园管理的时代 但同时又是一个放荡成性 投机成风的时代 除了东部和东北地区之外 现金借贷关系在许多领域 取代了劳务与食物支付关系 由于30年战争 对农业的严重破坏 在伊北河以东地区 荣克门就是贵族地主 大家没有忘记吧 荣克门把农民驱逐出 粪地的现象 愈演愈烈 而庄园组拥有的 免税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 令大量的自耕农 变成了庄园里的农奴 这些世代在荣克庄园 耕作的农奴 用菲里德里西二世的话说 与奴隶没有什么两样 与西部领地的农民相比 伊北河以东地区的农奴 不仅政治地位低下的多 而且经济条件也很差 虽然西部领地的农民 也普遍陷入了贫困和被剥夺境地 但是他们与法国或德意志东部的农民相比 仍然自由的多 并且拥有较多的财产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对德意志 未产生大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东部的西里西亚 布兰登堡和东普鲁市地区 农村形势发展之糟糕 致死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 虽然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行政官员 例如西里西亚的恩斯特 威廉、冯、施拉布伦多夫等等 也曾付出大量的努力 但就其结果 却是农民处于过高期望而发起暴动 或者是因当地贵族的抵制 无功而返 弗里德里西二世 有关保护农民和发展农业的努力 也因当地贵族的抵制 以及农民自身的狐疑而未能奏效 倒是在王家国有地上 这位国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劳役从每周的五天减为三天 五万户农民成为拥有自己的耕地 而不单单是拥有使用权的自耕农 王家国有土地的相当一部分被租让出去 其中大多数被资产阶级的农业企业家租走 虽然国王要求官员 确保这些租让土地 在获得高额回报过程中 不得损害农民的利益 但是租赁者大多是既有高度经营能力 又对利润疯狂追求的商人 他们还通过购买贵族庄园地 因赚取了可观的财富 虽然这种做法是官方明令禁止的 王家国有地的租让者 一般都拥有充足的资本和技术 与贵族庄园的那些死板规定和法律限制不同 他们往往会对农场进行近代化改造 因此在这个传统的贵族社会里 也存在着近代化的因素 很多荣克庄园则负债累累 虽然在18世纪的后30年时间里 庄园的价值大幅度攀升 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也比工业品价格高出许多 但是荣克们的债务负担却加重的还要快 至于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们对财产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值 为帮助贵族地主对庄园进行近代化改造 弗里德里希二世向他们提供了贷款 但这些钱往往被贵族们用于进一步的投机 开办大型的点压行 因此旧的体制已无法通过改革予以转变 而只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但一直要到普鲁士1806年惨败于法国人之手 才令普鲁士贵族阶级认识到 打破旧的结构已经势在必行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若干年中 得益至许多帮的封建义务负担都有所减轻 在巴登 马格格夫·夏尔·弗里德里希 先后于1773年和1786年两次减少劳役时间 并于1783年废除了农奴制 但即便是在巴登 农民仍然要承受劳役的重担 并接受对其迁徙自由权的限制 1785年 农民们获准用钱赎买自己摆脱这些封建义务 但真正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 微乎其微 巴法利亚1779年的情况也是如此 王家国有地上的农民可以通过支付补偿金的方式 成为自根农 但是能交得起钱的人寥寥无几 在工商业领域 情况也好不上多少 学徒在干满二至六年之后 可以成为熟练工 而要独立从业 必须完成自己的代表作 为取得师傅资格 而交行会鉴定的手工艺品 就是他们代表作要做要交的 并缴纳一笔不菲的金钱 才能提交鉴定 在很多情况下 学徒必须拥有一定价值的自由财产 才能被行会所接纳 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很少 因此对于熟练工来说 几乎只有一种办法 能使自己成为师傅 那就是等师傅去世后 娶师傅的遗孀为妻 曾如此 在很多地方 超过三分之一的男子 娶了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女人为妻 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徒和俗练工的待遇往往很差 为了抗议非人道的待遇 罢工和暴动屡屡发生 1793年 为了镇压布雷斯劳的裁缝罢工 当局调集了军队 致死27个人上升 虽然德意志帝国的法令 对学徒关系做了规定 但行会往往置之不理 在18世纪后期的德意志 主要存在三种生产方式 第一种是手工作坊 第二种是工人在家中进行的简单加工 第三种是工厂 其中纺织业和制衣业 主要在手工作坊开展 所谓工厂是不受行会监管的 有一定规模 但仍未进入工业时代的企业 他们由于由某个资本家拥有和管理 或者由国家掌管 工人挣一份工资为生 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 与工厂不同 这是场地的厂 与工厂不同 工厂则使用工机器设备 这个工厂是现在那个厂房的厂 在德意志第一家工厂是1784年 才在杜塞尔多夫附近出现的 是一家使用英国机器的压棉厂 直到1800年 德意志各地超过1000家的工厂 所雇用的工人 仅占工人总数的7% 如果考虑到许多邦 在重商主义驱使下 鼓励制造业的发展 这个数字就显得更低了 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属于莱因兰 克雷菲尔德 杜伊斯堡等城镇 都已发展成为重要制造业中心 佐林根的钢铁业 也开始在整个欧洲具有影响 在这里 富有冒险精神的制造商们 可以免受政府管理 和专制主义制度的干扰 因而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 发展工业 反过来 虽然德意志各地存在上述种种的问题 但在当时的欧洲 能够像它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 重要中心城市的 只有意大利和与之相比 这些中心城市中 既有莫尼黑 德雷斯顿等邦首府 也有波恩等大主教兼科隆选侯的宫廷所在地 美英兹等拥有大教堂的城镇 纽伦堡等帝国早期城市 汉堡等富有自然积极聚集的中心 还有哥廷根等大学城 与意大利相似 这种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 也因归因于政治生活的松散化和专门化 帝国并未设立像伦敦或者巴黎那样的首都 皇帝系在法兰克福加米 但一般住在维也纳 自1663年帝国议会 在雷根斯堡举行会议之后 帝国宫廷设在维茨拉尔 而首相住在美英兹 虽然当时很多人对不设首都城市怨声载道 但正因为如此 得一致才拥有了数量众多 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心城市 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巨大文化成就 充满自信的中产阶级 也在这一环境下逐渐发展起来 我都在一环境下逐渐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